自主创新高科技产品 打出组合拳 逆境中捕捉机遇 逆境下突出重围 经过这样的运行以后 其实中国的经济 一定会迎来再一次 快速发展的机会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复工复产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小宇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 疫情爆发以来 全球都在关注 中国制造的复工复产情况 因为全球四分之三的 智能手机产自中国 全球一半以上的液晶显示屏 也产自中国 这些中国企业生产线上的 每一个变化 都会影响全球电子市场的 供货情况 他们现在的复工复产情况 怎么样了呢 我们的记者走进了 全球最大的显示屏企业 京东方 作为占据全球四分之一 液晶显示屏市场的企业 京东方能否在 防控疫情的同时 确保全球供应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这里是京东方在武汉 东西湖区的生产基地 在这个湖北省单体建筑面积 最大的电子捷径厂房里 有10.5代液晶显示生产线 主要生产的是65英寸 和75英寸以上大尺寸 8K和4K的液晶显示屏产品 这个生产基地 2019年12月底 刚刚实现全面量产 订单就已经排满 但却赶上了新冠肺炎疫情 在这特殊时期 为了保证显示屏正常出货 工厂一天都没有停过产 梁文立是这条显示屏 生产线的综合管理部负责人 在这座超级大厂房里 他每天都要走2万步以上 负责巡查产线 检查防疫措施 为了保证员工的健康 他们采取了封闭管理 所有员工都吃住在厂区 包括上午三次下午三次 具体就是我们整个工厂区的 厂区公共区域的 卫生消叉的检查 最害怕的就是12点以后 接到我们行政部门的电话 那样的话可能就说明了 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样的遗漏 或者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现在我们整个厂区 没有一例新增的疑似 或者说是确诊病例 疫情防护让梁文力 丝毫不敢放松 而另一方面 员工人手不够的问题 也正困扰着她 今年春节放假期间 受疫情影响 公司一部分轮休的员工 短时间很难从老家 返回武汉上班 为了弥补人手不足 2月份梁文力所在的公司 按照当地政府要求 完成了复工审批 并积极想办法 通过包车的形式 从全国各地 接回了400多名员工 第一个批次是我们家住在 武汉市内的员工 第二批是在湖北省以外的员工 那么通过高铁 火车 飞机等形式 历时10天分多批次 每天最多两辆到三辆大巴车 进行合肥跟武汉的往返 经过两个批次的人员复工 那么现在整体我们的复工率 在70%以上 目前他们在港人数1300余人 在港率70% 基本保证了正常的生产进度 随着员工人数的增加 疫情防控的加大 梁文力每天的工作强度也在增加 从最初的89个小时 延长到每天将近12个小时 记者采访了解到 2019年是梁文力申请 调入武汉的第一年 春节前 她特意把父母从东北接到武汉 希望一家人团团圆圆 过一个好年 但谁知 遭遇疫情 一家人不仅没过好年 而且因为梁文力所在公司的疫情防控要求 她和上班的员工眼下只能吃住在公司 进行封闭时生产 梁文力已经一个多月没回过家 每天只能通过手机和在武汉家中的父母联系 你在家怎么样 我在家也挺好的 你来武汉四十多天了 我说武汉四十多天了 你过来我都没回家陪你 挺不好意思的 没关系 就不感情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真的没挺好的 这边都很好 我们公司疫情管控比在小区管得还好呢 吃得好住得好 不只是大尺寸的显示屏 2019年 多家公司推出了可弯曲折叠的高清柔性电子产品 一下引爆了市场 而京东方也正是这种柔性显示屏的主要提供商 这里是京东方成都基地 这是中国首条第六代柔性显示屏生产线 产品已推出 接到了大量订单 目前国内87%的柔性屏 都是京东方生产的 我们现在柔性屏的厚度呢 大概是在0.03毫米 也就相当于一张A4子的三分之一左右 是非常薄的 比如说我一张小的屏 那么做手机来讲 现在大概用的是5寸到6寸左右 但是实际上如果做折叠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扩展到8寸 9寸甚至更大 那这样实际你接收的范围和空间 以及内容就更多了 2020年年初 正是这种柔性屏生产的关键节点时期 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 打乱了整个生产节奏 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由于疫情爆发时正值春节 一部分返家过节的员工 春节后没法第一时间返港 一线生产人员人手不足 而公司每天还要保质保量生产 你研发这边现在怎么样 我们研发那边很需要的 因为现在新加很多项目 很多设计我们都需要去干 很多需要是对应 所以我们现在一个人都对应了很多 所以了解 生产这边 我们生产这边 由于这些员工大部分都回老家了 疫情的因素都在老家自由 但是我们这个项目组 从一开始 我们本身就是经历了很多困难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我们更得顶下去 在这个关键时期 企业立即召集了所有在港员工 到生产线帮忙 甚至很多工程师都到线上当操作员 折叠屏项目组的负责人杨宇清 和团队成员还成立了应急小组 随时应对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项目组骨干成员和党员 组成了三个应急小组 而每个小组的成员包含了 从原材料生产研发到质量人员 然后进行三班导 为了确保这个生产不出问题 得知四川省内员工 没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港 他们积极协调专车去接员工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又遇到了新困难 就是我们的车 只能到市里的一个定点的一个地方 去接我们员工 车上的员工他根本都出不来 就到不了我们这个集合点 所以这块的话 当时我们去的话 只接到11个员工 成都京东方向当地政府 发出求助申请 通过他们来协助解决员工返港的问题 然后把员工接到我们的 那个市里面的一个定点的地方 然后再由我们再转回到 我们的一个厂区里面 人员缺口有了缓解 但产品运输原材料 又出现了库存不足的情况 喂 汪良 那个我们现在仓库的那个吹盘 库存现在不足了 然后您看要不来现场 我们来商量一下 那个后续的一个应对策 好 现在就过来 好 拜拜 汪良在成都京东方生产管理部工作 他在电话中提到的吹盘 通俗地说 就是包装运输柔性显示屏的一种专用托盘 主要起到保护固定作用 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出货锤 其实看似简单 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们工厂生产的所有的东西 最后都要装在这个锤盘里头 然后再包装好这样出货 对 就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个量跟不上的话 它会对我们的整个生产 造成怎样的一些影响 如果我们吹盘供应不足的话 就会导致我们所有的产品 都会堆积在产线 这样子然后我们出不了货 汪良和同事赶紧一起商量解决 柔性平托盘供应不足的对策 因为疫情的影响 现在我们吹盘的厂商都还没有复工 可能需要我们一起去企划和公共关系那边 找找他们的领导和同事 然后协助我们去跟政府沟通一下 然后看看在企业复工这方面 能不能加快一下这个进展 以便我们的工商能尽快地复工 这是位于成都高新西区的一家科技企业 这家企业主要为京东方 提供柔性平的专用保护托盘 受疫情影响 这家企业已经处于半停工状态 但考虑到京东方生产的急需 他们在当地政府部门多方积极协调支持下 很快完成复工 现在员工能够是百分之百的到位了 全部都到位了 产能力回复到百分之百 达到疫情的一个完全的正常水平 人员 原材料等一系列问题 被逐一破解后 京东方柔性平的生产快速恢复到正常状态 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 在冲结期间的生产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确保了折叠平的产出数量和产品品质 及时交付了客户 成都武汉基地在想方设法 克服疫情下工人短缺的难题 而在京东方北京总部 正面临原材料供应不足和物流运输难的问题 这是京东方仓储中心的一间仓库 负责人单建军告诉记者 眼下与平时相比 货品少了很多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库房 我们库房的话 一共有三千平米的库房 那平时我们如果放满的话 大概能放三万六台货 那你看现在就只有右手边这一点 大概有五千台货左右 其实比平时的货量 已经减少了将近百分之七十 那其实平时我们每天的进出货量 大概在六七千台就进出货 但现在的我们一天的进出货量 可能只有一两千台 这里既有即将出货的成品 也有原材料 单建军告诉记者 像这个组装显示屏 外观上用到的结构件 木质框 就是他们现在急需的一种原材料 但因为生产厂家 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 不仅工人少 交通运输也受限 木质框很难运送到北京 这一批订单 我们现在是一千五百台 但是因为这个矿需要不上 可能这一千五百台 就暂时生产不了 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比方说像平常的话 这一千五百件的话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过来 像平时的话 这一千五百额 如果说正常的话 我们可能一天就会送到了 但是现在可能两天三天 单见君为原材料短缺着急 而三十岁的郭宏 正为一笔价值十五万美元的 外母订单 能否按时交货着急 这是郭宏工作十年来 头一次遇到如此棘手的问题 我们有个三万片的订单 要运到美国那边 北美那边去 但是现在呢 因为这一家是目前来看 在湖北那边工厂 是独自可以 只能在那边供应 那所以的话 现在我只有三万片的订单 就没有办法交付 郭宏说 这笔价值十五万美元的 外贸订单 原计划是由京东方 湖北基地生产交货 但眼下是疫情防控时期 原材料供应之后 员工到岗人数严重不足 加上长途运输等原因 很难保证 这个外贸订单如期交货 而且即使加快进度 按值按量 把产品感知出来 后面物流运输的成本 将大幅上升 那平时呢 它运到美国市场 大概 如果用海运的话 其实一片 也就需要一美金左右的成本 但是如果要是 就是走那种快船 那快船的话 成本就要上升两到三倍 那如果要是快船 任上不行 还要赶空运 空运套成本就更高了 那空运的话 一片大概得到 三四十美金一片 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京东方的生产 运输等环节 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么怎么解决 原材料不足 物流受阻的难题呢 我们可以从其他地区 进行付出调配 打比方 那华东地区 相对来说 它的货币货物 对物流的控制 或者它的收控比较严格 那么从华北地区 可能从其他地区 调配一些货物给他们 这样呢 你保证客户 客户订单的交付 我们以整化零的方式 那我们可能就是说 我们把我们 可能一千个订单 一千个订单 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东西 我们化成可能 以一百这种小零整的事 用其他的小车 在不违反 国家政策的前提情况下 运输到我们这个工厂 实际上 在整个疫情隔离期间 京东方物流 都采取了这种灵活的 按区域划分 接力棒式运输的物流方式 各省市运输 分别用当地的司机和车辆 在严格检疫和消毒的情况下 层层转运 那我们整个物流呢 也是通过资源的协调 比如说我到重庆 再用我重庆物流 再换上司机 这样的话 可以保证我们的整个时效 虽然说比以前啊 延长大概两到三天 但仍然还可以赶上 客户的这个要求 这个办法 有效解决了眼下 物流受阻问题 但与此同时 供货时间 运输人工成本 也在大幅增加 我们的时间呢 可能从原来两三个小时 延长到 可能两三天 可能送不到 有没有算比一张 大概增加多少费用 那可能说平时 我们一趟车 可能就用三四百块钱 那如果是这样的 包括来回人工的成本 那这样的一个成本 可能翻了十倍都不值 不值这一个订单 京东方还有不少货品 都同样面临物流成本 增长的问题 我算了一下 坦率来讲 由于这个物流的 这样一个结构变化 搭配变化 以及这个线路变化 我们一季度 整个物流的成本 大概会增长百分之二十 那怎么破解 疫情期间 原材料 物流运输等成本 上涨的难题呢 那我们通过我们降成本 提高技术能力 降成本 增加我们产品的科技含量 这些创新 其实对我们这个市场和客户 有影响的同时 我们也发现很多新的商业机会 那我通过这些商业机会的 市场的扩大 来弥补这个方面的这样一个省市 在陈炎顺看来 眼下的疫情 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他们利用多年积累的专利技术 正顺势推出一批市场 急需的新产品 眼前这个运用低蓝光技术 做的护眼瓶 就是疫情期间的热销品 京东方科研负责人姚向军介绍 蓝光通常是指400纳米到500纳米 这个波段的光 其中真正对人眼有害的低蓝光 是415到455纳米这个范围 他们几年前就在想办法 减少低蓝光对眼睛的伤害 415纳米到455纳米 这个区间 它的这个面积就表达了 这一部分蓝光 有害蓝光的强度 有害蓝光的这个强度 那我们呢 京东方呢通过一个叫 波峰红移的技术 就是把波峰往右移 这样的方法来有效的能够减少 有害蓝光它的强度 同样是415到455纳米 这个区间 我们这个有害蓝光的面积 和刚才那个黑色的那个面积相比 就大大的降低了 那国际上呢有一个权威的 关于低蓝光的认证 是德国的莱茵认证 叫TUV认证 TUV认证呢 它它是有害蓝光的占比呢 如果小于等于50% 这个就可以通过这个认证 但是我们京东方呢通过我们的这个 创新的这个低蓝光技术呢 可以把这个整个有害蓝光的占比 可以做到40%以下 那会不会有个问题呢 这个蓝光啊 后偏移了 对 但蓝光并没有消失 是的 是的 怎么理解这个 对 蓝光呢 因为蓝光是不可能绝对的避免 如果把蓝光全过滤掉呢 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 整个屏幕颜色就失真了 然后呢 我们同时在这个解决蓝光伤害的同时 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叫无损伽玛的一个 京东方的专利技术 来保证在护眼的基础上 它颜色是不失真的 所以我们这个屏呢 我们通俗理解类质的护眼屏 类质护母屏 简单地说 就是看这种电子屏幕 跟平时看书阅读的视觉效果差不多 邀向军说 地蓝光无损伽玛创新技术 它们集中了上百人 花费近五年时间 2019年才研制成功 而且国际权威机构 还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 数字艺术显示系统的国际标准 我们就提交到ITU 就是国际电信联盟 去申请去这个标准立项 但在立项的过程当中呢 就有很多争议 为什么你这块屏可以要单独立一个标准 用来展示数字艺术屏 那当时呢 我们就把我们这块屏和别的屏 放在一块去比较 比较完了以后 明显感觉到 在还原艺术品上面的 画质上的本质的差异 所以后来专家就一致同意 要专门立一个 数字艺术显示系统的国际标准 拿到了这个全球首创的 数字艺术显示系统的国际标准 它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领域 怎么样走向国际化 在国际上设定标准形成话语权的一个缩影 正是有了这种独特的低蓝光显示技术 针对当前的疫情防控 孩子们再加上网课 他们顺势推出了儿童中英文双语阅读器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手电筒的灯打开了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那个光点 那我把这个光点移到这个 我们这个画屏这个屏幕上 大家同样可以看到 我这个点还打开着 没有任何的这个具体的光点 所以我们整个屏幕它是防向光的 这样的话不会直接反光 夏紫棋在带领她的团队 测试超高清大屏幕视频连线系统 疫情防控 很多人宅在家远程办公 他们用这种大屏幕 推出超高清视频会议系统 在这块显示屏上 可以随时用笔写字 画图 和对方互动沟通 就跟在黑板上书写一样 这些会议内容 我们更多的人可以同时去看 然后同时我可以随时 在这会议上面进行批课 然后去修改 或者说增加一些 点击一些的东西 然后最后写的这些东西 我们如果想保存下来 想分享出去 好 那我们储存 而京林峰正带着他的团队测试的 是新型的智能检测体温系统 这种系统可以在瞬间 同时检测出多个人体体温 就是30毫秒能够检测16个目标 就三十分之一秒 可以检测16个目标 第二个是精度非常准确 它的精度达到了正负3度 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是原本为检测癌症细胞研发的智能系统 现在用在了检测新冠肺炎病毒上 检测时间可以缩减到40分钟以内 这是4K超高清显示屏 可以用到远程诊疗中 帮助医护人员 看清患者的具体病变部位 自主创新 后肌勃发 一系列高新科技产品的组合权 让京东方不仅全面健康复工 更是在逆境中突出重围 在逆势中保持增长 在这个自主创新的这样一个精神功务下 我们每年将自己的销售收入的7% 投入到研发 京东方连续5年 在这个专利申请方面 注意这个行业的全球第一 我们预计京东方一季度 所以工业产值大概会超过300亿元 比去年同期是略有增长的 而更让陈延顺感慨的是 这次疫情 他们之所以能迅速恢复生产 真正起支撑作用的 其实是一个中国多年积淀的产业链 和完整的工业体系 你比方说 全球超过80%的电视 80%的手机 80%的笔记本电脑 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这次疫情发生以后 尽管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我相信 没有哪一个国家 向中国恢复得这么快 恢复得这么迅速 所以我相信 经过这样子预期以后 其实中国的经济 以它强大的这样一个 韧性和巨大的潜力 一定会迎来 再一次快速发展的机会 目前 京东方下属的各地工厂 副产已经达到100% 员工将近8万人 目前到港员工7万5千人 员工复工已经超过90%以上 全球超四分之一的显示屏 来自京东方 为了确保全球供应 他们生产线全年不休 24小时生产 一手抗击疫情 一手紧抓生产 这是国家在非常时期 一直在坚持的两个动作 中国政府和人民 在此次战役中 所展现出来的能力 意志决心和担当 令世界动容 一场疫情 考验的不仅仅是 每个人身体的免疫能力 也是对中国制造免疫能力的 一次大考 眼下社会全面复工在即 当制造业这台大机器 全面启动的时候 依旧会面临人员需求 物流需求和原材料需求 等诸多问题 这需要企业及早谋划 提前做到未雨绸缪 非常时期 非常事件 抓住机遇 转危危机 挺过这阵风雨 中国制造 必然会迎来更广阔的天地 好了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 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您还想关注更多的信息 就请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谢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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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